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画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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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老二送出西平了 那辆面包车也送到改装长 把它拆了 现在最大的遗憾 就是那个木鸡车 不过我想这没关系 它一般不可能出现的 再说 它也不可能看清楚 那辆车的车牌号 好啊 总算是有惊无险 石瓜 好好养伤 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玩的 有罪必然受到惩罚 甭管他是谁 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 我知道 放心吧 他们干的越多 暴露的也就越多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 咱们走吧 让时光好好休息 好好养病 走了啊 小姜你陪陪他 走吧 来 叫他一块走 明天还要上班呢 公司的事多 小姜 走走走走走 你能早日康复就是公司的头等大事 想不到卢城委 能量不小 手腕还挺硬 王总 该把合同签了 不 这事要先征求史天雄的意见 再开个董事会 这件事情要做到无可挑剔 明白吗 不明白 我说你 你慢慢的 仔细的想想你就明白了 很好 我们的营业额又会费到鼎盛期的水平了 等邦家集团的私心到账后 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大动作 我觉得你也跟李察处见个面 咱们再召开个董事会 李长柱 毕竟是我们新认的董事长 行 等我见了王传志 然后再和李长柱见个面 你手上已经没有证据了 见了王传志 又能怎么样了 我会把在陆川发生的事告诉他的 提醒他注意 你没和陈部长汇报这几天的事吧 汇报了 正起早就分开 决定权还是在王传志的手里 石总 金总 天忆局团的王总到了 王总行 金总 您好 天兄 这杜特丽的人气够旺的啊 真是稀客呀 王总 坐啊 大家都忙 不坐了 天兄老弟 不知道这几天 天宇扩张的事 这大家都盯着呢 要是没有实际行动 这上上下下都不会答应了 王总啊 我正要去找你 虽然我暂时无法给你提供有利的证据 但是我在陆川取证的过程中啊 发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我觉得陆川实业肯定是有问题的 请王伦三思 如果天宇非要兼并搞扩张的话 为什么不能兼并红日呢 天宇可不是都得利 能自己做主 天兄老弟 为了慎重 我看明天咱们再开一次董事会 把你作为督察员的意见 拿到会上来讨论讨论 你看怎么样 王总啊 我的意见可能是微不足道啊 但是天宇的前途却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我跟你一样清楚 明天吧 咱们在会上认真地讨论讨论 好 告辞了 天兄老弟 你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 实在令人感动啊 好 王总我送送你吧 不客气 请留步 慢走 慢走啊 王传志到底是王传志啊 你说 他会改变主意吗 不会 肯定不会的 但我不能放弃啊 我得去见年路程伟 你觉得 还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他能悬崖勒马 真正去经营路传实业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得去见年路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电话里面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的吗 我不可能放弃对我来说这么重要的一笔声音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的手里还有什么牌 你让我还出什么牌 你手上已经沾血了 证据 任何事情只要发生了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程伟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的话 你别怪我 别怪我不讲兄弟情面 你什么时候跟我讲过兄弟情面 你以为我在路川实业投了多少钱 是十八块还是十八万 是一亿八千万 你可以真正来经营路川实业吗 我相信凭你的善业头脑 路川实业可以成为一个盈利的公司 让我一分一分的去挣利润 这是我这种段位的人做的事吗 但你也不能为了谋取暴力损坏国家利益 你不要给我上政治课了 在转型期的中国这种事情多得很 你都能管得了吗 对发生的我眼皮底下的事情 我无法沉默 尤其你是我的兄弟 我不能看你越走越远 知道 其实我这么做也是在为给你寻找机会 如果现在不让天宇的问题暴露出来 你能够回到主流吗 既然你把我当做兄弟 那我恳求你不要阻碍我做这件事 天雄 我始终觉得我们兄弟两个能够在一起做一件大事 你这样会受到惩罚的 也许吧 在表局前 我想再说几句 在座的除了老相 跟我公事都有十年以上了吧 我不想讲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功功过过 是是非非 我只想谈一谈我此刻的心情 我王川志今年五十岁了 我自认为我所做的一切 上不亏党 下不亏员工 可我招谁惹谁了 怎么这小报告就不停地给我往上打 屎盆子就不停地往我身上扣呢 你停下来干嘛 你把我的话原汁原味地记下来 我今年刚刚五十 距离五十八五十九岁现象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怎么就有人能预料到我要出事呢 收购陆川实业 不就是动用了四个多亿的资金吗 这些年来我们做十来个亿的项目少吗 不少啊 那个时候为什么都说我王川志做事有魄力 怎么现在就说我王川志做事是有别有用心呢 使独裁员没有提供 陆川实业就是艾滋病菌的任何证据 我可以代表我个人表个态了 即便这个项目是炮石 我们也要把它推下去 否则我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好 我们举手表决吧 谢谢大家没有让我成为孤家寡人 收购陆川实业 董事会通过决议 不 应该记上 以多数票通过 王总 你好 记得前不久 您通过媒体正式宣布了天羽集团 进军世界500强的时间表 那今天天羽集团收购陆川实业 是不是你们进军世界500强的重要战略步骤呢 中国的企业 要想实现进军世界500强的大目标 我觉得必须从基础工程开始 也就是说需要夯实基础 没有造航空母舰的船台 就造不了航空母舰 这个船台就是我所说的基础 天羽收购陆川实业的本身 就是在打造 承载航母船台的一个构建 那么对于私营控股的陆川实业 您对它的实力和前景 有什么样的评估呢 我觉得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关系 也是互补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国有企业中三改一加强 最重要的是改制 其实我们天羽在这方面 已经落在了全国的后面 陆川实业它充满了活力 它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 显示了它自身的实力 而天羽集团的发展壮大的历史 也说明了总是得益于正确的选择 那目前国内有些企业 在改制的过程中 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 甚至转入个人腰包的现象 想请王总谈一谈 天羽集团这样一个特大的国有企业 对此有何防范措施 这个问题提得好 很尖锐啊 我觉得作为一个国有企业 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 否则很难避免你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 不过天羽集团有董事会 有监事会 所以说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 是有效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 最好措施 我觉得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有企业中心 三百亿加强最重要的事 在这方面 建议 武川实业 它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 一个侃侃而调 一个振振有词 王传志 陆成伟 这两个收购陆川实业的关键人物 是否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 完成了一次 符合国家利益的企业扩张行为呢 国有资产 正如王传志所说的那样 因为天宇有董事会 监事会 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吗 王传志作为一个大企业 家天下的典型人物 掌管着天宇的人权 财权 在收购陆川实业 这个有着明显争议的重大决策上 他能够力排重力 一锤定音 做出收购决定 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深省的话题 天宇的国有资产 真的是有效监督吗 陆成伟的经营理念 是构建在牺牲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他敛财报复的过程 暴露出我们经济体制上的漏洞 王传志可以毫无顾忌地 和陆成伟携手完成 这次神话般的高价收购 这本身已经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事情发展的结果 很可能正如史天雄所说的 几个亿的国有资产将流入陆成伟的腰包 这个触目惊心的说法一旦成为事实 我们的国有企业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当代中国 为改革所付出的牺牲和战争年代的牺牲相比 有着同样的价值 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都得利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当人们自觉地把对社会的回报 和对国家的贡献作为衡量自身财富的标准时 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开始 史天雄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 我们的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已经是迫在眉睫 又在想什么 总编 您看 我采访的这几位 都是今天西平地区的改革风云人物 可以说 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政策 都有各自深刻的理解 而且在理解的前提下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可是对比起来看就会发现 同样是按照党的路线 国家的政策形式 但是他们各自的角度不一样 维护的利益也是不同的 虽然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 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呢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更具有这种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可另外一些人就更看重自身的利益 我觉得这种分歧确实是耐人寻味 你的看法很敏锐 看来这个节目很有价值 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思考 目前我已经有了大量的素材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呢 能让他们几个在一起来一个群英会 好 这个主意不错 天雄 江湖省长等药员参加了 天宇收购路川实业的签字仪式 这一页你该翻过去了 彦平良没有参加这个仪式吗 看来还有很多清醒的人呢 是啊 我只能暂时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但是我保留 重新翻开这一页的权利 你呀 你看我们是不是约李长柱出来谈一谈啊 他这个董事长早晚得上任 当然 我说两位同志 你们这烟是不是能别抽了 这新来的董事长还不知道喜欢不喜欢这烟味呢 对了 别再因为抽烟 让新来的董事长妈给炒了鱿鱼是不是 省得你们看见了嘴馋 对你们这两盖烟枪啊 我跟金总早就忍无可忍了 好 从今天起这个会议室开始进烟啊 师傅 回头找两个经验标志 给它贴上 那儿 那儿那儿那儿 行 好 某位同志说话注意点啊 这董事长可是已经换人了 对了 我们得派人到门口去迎迎新来的董事长是不是 望家集团的领导我手续 我去吧 想出去过烟瘾吧 说的真好听 算是公司兼顾吧 你还是回家再修理我 董事长 别别别 从今天起 千不要调董事长了啊 容易误会 新来的董事长已经到了 到了吗 到了 来来来 大家欢迎 天雄啊 坐 老秦 你们也坐 各位好 作为一个商业零售公司 这会议室的设施有些太奢侈了吧 坐得太舒服了容易说废话 会议会开成马拉松 沃尔玛的总部我去过 要比这里简陋很多 这鲜花摆得有点多余了 又不是什么节日 墙上没有浸烟标志 桌子上又没有盐缸 会让客人无所适从的 哪位帮忙 给我拿个盐灰缸来 作为杜德利的董事长 对会议室的设施 发表点意见 应该不算月全吧 各位请放心 我完全遵照法律程序 得到了都德利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这是旺家集团转让 都德利百分之五十一股份的 全部文件 如果哪位有意义 可以自己看 没人哪 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也不见一个人 我刚打电话说 别抽烟了 杨副总经理 谢谢你带着伤害的楼下 迎接我 辛苦了 坐 我下面要说的话 属于都德利公司的绝对机密 任何人不得向媒体透露 这次合作能有这样的结果 正应了好事多磨 那句话 一个多月以前 我就向前董事长史天雄先生 提出了成委实业控股都德利的方案 那时候我准备用一亿八千万 购买都德利商业零售公司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谈成 现在可以坦白的说 旺家集团和你们谈判的方案 就是成委实业为了控股都德利精心准备的 你们没有必要指责旺家集团 我请他们带我跟你们谈判 传媒可以讲 我们两家联手 玩了一次偷梁换柱的游戏 或者是上演了一出 狸猫换太子的大戏 随他们去说吧 反正结果是成委实业和都德利双赢 我下面所说的话可以公开发表 我非常看好都德利的经营模式和发展前景 它凝聚着以金总和石主为代表的都德利人 太多的智慧和心血 我也非常重视都德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有很多个早晨 我都到都德利分店 去看你们的升国旗仪式 每一次都看得我热血沸腾 因此出任都德利的董事长 对我极具挑战性 当然了 我投资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赚钱 赚钱没什么不好 在都德利发展战略和具体经营上 我这个董事长准备做个甩手掌柜 领导班子的配备 我提议由史天琼和金苑丸二位 担任都德利的副董事长 唯一的变化 是都德利从此多了一位财务总监 这个职务有我的未婚妻 梅红女担任 她在和我结婚以前 拥有都德利10%的股份 结婚以后和我共同拥有 都德利51%的股份 我的施政演说 到此结束 陆总 10点半要见日本客人 您看 各位啊 我可是把心都掏给大家看了 控股公司突然换人 感情上难以接受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作为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你们总该鼓掌 表示一下欢迎之意吧 没有人表示 我也理解 毕竟我们处在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作为都德利的董事长 我的愿望是一个都不能少 当然了 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 现在才要看各位肯不肯捧场 我记得 中国有句古话 道不同不相与谋 如果哪位股东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退出都德利的话 我不阻拦 史副董事长 作为都德利的董事长 我希望尽快跟你谈一谈 告辞了 告辞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陆成伟呢 我看看 怎么会是这样 你们到底说话呀 这种结果 我们谁没有想到 妈的 李昌铸这个王八蛋 把我们给卖了 是啊 是啊 为什么会是陆成伟呢 为什么不会是陆成伟呢 因为我们需要钱 陆成伟有钱 就这么简单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头上的伤还没好 你这血就白流了 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不能像高阳一样 任人宰割 我绝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不接受这结果 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陆成伟现在是 都得利的董事长 他已经成了 都得利的法人 他完全可以依照法律 轻而欲起就达到 自己的目的 我说这是事实吗 胡说 我们才是都得利的主人 金总 除非我们再次拥有控股权 都得利新的当家人 是陆成伟 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你吵什么吵 你让金总把话说完 行不行 我爷爷 是个资本家 我父亲 是个革命者 我 我真的不愿意 再当资本家了 这太痛苦了 陆成伟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应该清楚 我不愿意受陆成伟 这种人的摆布 这完全违背了 我们都得利的初衷 我绝不能介绍这个结果 原来冷静 我们一定要冷静 感情用事没用的 扭转不了这个不利的局面 那你说怎么办吧 至少我们都还坚守在这个阵地上 各位 大家还是要把原来工作做好 凡是他陆成伟安排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配合 好吧 散会吧 都回去吧 那你的意思 你已经承认他当董事长了 这是事实 小佳 能不能用违约条款 比如说 那个资金到账问题 一亿六千万 一分不少 都在我们账上了 看来他经过周密的计划 这个代价可太昂贵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 我们必须接触这个事实 我无法介绍 你听我爸好说外 我们必须依法来处理这场危机 偷盗我们商业机密案 青龙湾杀人未遂案 只要有一个告破了 陆成伟控股多得利 就可以背叛非法 可是要破这两个案子 谈何容易 只要我们认真查一句 会有个结果的 世光出车祸的时候 是有目击证人的 警方已经掌握了 不利于陆成伟的证据 我想会有人出来作证的 石总 那陆成伟划过来的资金 该怎么用就怎么用的 至少我们可以用这笔钱 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石天雄 你什么钱都敢用啊 怎么了红玉 不开心啊 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 你事先怎么不告诉我一事 我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这叫什么惊喜啊 我接受不了 石天雄和金月兰 辛辛苦苦创办的读得理 眼看着一夜之间主人就换了 这谁能接受 梅小姐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 这种事情多如牛毛 你呀没搞这一行 十多年来 中国消失了多少著名品牌呀 改天有空啊 我给你讲一讲旺家集团的发家史 你就知道我做都得利的董事长 比李长柱要强一万倍 陆川实业 今日又跌百分之九点八 本周陆川实业跌幅高达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四 陆成为太不仗义了 再支撑一两个月 我们面子上都好看些 骨盒拆桥 真不是东西 王总 这两天对这件事的议论很多呀 是啊 向明远又在上窜下跳了 怎么处理 您拿个主意 我们好早点做准备啊 是啊 你们先回去吧 让我再想想 让我再好好想想 天行怎么样 扶你的领导吗 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 实际上心里肯定是不服气 不服气又能怎么样 我想过一段他就会适应的 哎 姐 有没有兴趣来做几天董事长 管一管他 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啊 爸过几天就要去西平老家看看 你可悠着点 免得把爸生气 放心吧 我不会不会总是这么窝囊 再见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好 真似书 大事都忙完了 该谈结婚的事情了 再说了 梅红宇对我老是漠不关心的样子 从上次订婚到现在就来过这儿一趟 累啊 登报寻找现场目击证人的事儿 再抓紧落实啊 嗯 我已经跟姜荣说了 梅小姐 你的办公室已经给你布置好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哎 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还替这个干什么 我知道你们不信任我 因为我已经是陆成伟的未婚妻了 红宇 你都是我们的总监了 我们怎么能不信任你呢 史天雄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变了 我没有变 我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你毕竟是陆成伟的未婚妻 她会对你好的 别忘了 我曾经在杜德利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 红宇 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感觉 天雄 还是把一切都告诉他 我相信 他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小四 你怎么起来了 不多睡会儿 我想给你准备点早点 不迟了 时间来不及了 气候反常 风挺大 要不然打个报告 退下来算了 我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平补的身体 干到七十岁没问题 退 这么点小事就退下来 我还真没想过 我再跟你说笑呢 你是五四岁的年龄 三十岁的身体 我有这个发言权 传致 想想我的建议 再跟陆成伟合作一次吧 这得让我想想 还想什么呀 把陆传实业炒起来 找一个下家给卖了 说不定啊 还能赚他一两个亿呢 凡事啊 得考虑周浅 懂吗 我的墨镜呢 在这儿呢 其实啊 物在手里也没关系 进居世界五百强 哪有几个不交学费的道理啊 这样 你到陆成伟那儿 打探一下口风 我该走了 上午还有个会 你要小心啊 有实验的话 你还是到正规的训练场地 练力手艺 要不 你这也走啊 我心里就咚咚地 跳个不停的 好了 到了给我来个电话 我还真舍不得走 走吧走吧 日子还长着呢 走吧 喂 陆总吗 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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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怎么样 好消息 事关了事 一灯报 还真有人到公安区去作证 他说在案发相展的当天 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还有几个人 你说这车牌号 这老兄还记着呢 瞧不瞧 那这施主和这车子 一定找到了 车子啊 早就无云无踪了 车主叫这个白 白 白剑生 外号叫什么二字 这个人手下有一帮子 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 案发当天这个二字就失踪了 我想公安局只要抓到这个人 案子肯定破了 太好了 陈部长打电话找你呢 找着了吗 联系上了 什么事啊 陆川实业已经跌到十二块了 陈部长有些担心 问问我的看法 你怎么说 股价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陆川实业怎么公布自己的年报 如果他从去年的集邮 一下变成今年的亏损 势必会影响到天宇 王传志不会坐等这个结果的 他会采取什么样措施呢 部长担心这一点 进来 回红月 施总 我想问你一件事 说 如果你们持有的股份超过了51% 是不是你们就可以控股了 当然 你们这干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杜德利应该属于你们 杜德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劫 而且抢得合理合法 你们会得到应该属于你们的东西 亲爱的陆总 你还是不了解王传志 他对乌纱帽和名声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知道 你肯定有办法 你只能画个圈 剩下的 我给你去跑 我和他周旋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发现了这个机会 就算你帮帮我 同性相斥 我当然看不透王传志了 不过办法也不是没有 陆川实业现在有4000万法人股 每股只有12元 动用几个亿的资金就可以把它炒热 不过这要看你 对王传志的影响力有多大 到底是陆成伟 这话问的有水平 我一个无意的小寡妇 说话办事 能对天眼集团的老总有多大的影响 可这个老总是个男人 是个在壮年时只顾得打江山 没顾得上游览接触女人的风景 现在想把这一刻补上 情况就不同了 王传志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 活到5时 才知道女人跟女人不一样 真是白活了 小四啊 这才是红颜杀手的本色 在中国作庄炒股 是一件可以做但是不能说的事情 我可以约上几个朋友 暗中助传志兄一臂之力 每个人只要拿出几千万 就能凑够一个多亿 另外那一个多亿的窟窿怎么补 就要看你各方面的功夫怎么样了 只要你能够让天宇集团拿出一亿五千万 和我们共同进退 两股力量轮换接盘 用不了三五个回合 陆川实业就能冲到三十块 那个时候天宇在卖掉陆川实业的话 恐怕还可以赚上一笔 只要你能够让王传志拿出一亿五千万 并且你要亲自参与进来 当然了 是以我亲信的身份 等我们工程身退的时候 我会付给你一百万的报酬 至于王传志怎么报答你 我就不便多说了 也许他只会帮你做点体力活 臭嘴 我试试吧 你的岁月解满了我的感情 我的人生行走在你的心里 曾经的寻觅 寻觅是感动 感动你我是成长的风和雨 曾经的错都是回忆 错都是回忆 回忆你我是泪花 漂泊的甜蜜 曾经的梦想 梦想是爱你 爱你让我的生命如此 如此的美丽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下集 它们 我 陆政天 竟然生了一个金融杀手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的 你别忘了 我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 你过去很多的秘密 我都会知道 有个事 你得帮我一下 说吧 替我把双凤送到戒毒所去